魁为三年新竹市的姐妹市 美国库博地诺市再度远渡重洋 带着21位的学生来到新竹市 展开围棋八天的交流行程 面对远道而来的朋友 新竹市副市长蔡立青 送上了新竹市在地纪念品给他们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八天 可以留下充实的记忆跟收获 因为疫情三年之间 中断了我们实体的一个交流 那今天好不容易 就是我们库博地诺的团队 有五位教师带领了21位学生 来做一个城市的互访 那接下来围棋这一周 我们会安排他进行我们城市的 整个的一个交流 然后参观 让他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跟我们新竹的一个高科技 那相信他们一定都会收获满满的 库博地诺新竹姐妹市协会会长宋真表示 这次八天的行程上 安排的非常的丰富 从文化 艺术 经济以及各方面进行交流活动 学生们也很期待 希望双方可以建立长久的情谊 为彼此带来许多帮助 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说 我们来到新竹市 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情谊 在希望以后的学生交换的计划下 可以让这些孩子学到更多 更多新竹的这边的一些文物 还有历史 这个新竹姐妹市计划 在我们那边已经 有了将近二十年的这个经验 那其实在我们普普提诺市 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活动 那借着这个机会 大家都可以来参访这个新竹市的这些文化 还有高科技各方面的一些交流 新竹市教育处指出 这些学生会参访新竹市各学校的特色课程 以及参访新竹市旧城区 跟品尝在地小吃 未来还会参访故宫博物院 101大楼等台湾知名的景点 八田的旅程里 要让学生对台湾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